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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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驗眼或是不想看眼 當發現眼睛有問題的時候 應該怎樣做呢? 繼續回來健康關注組 我們今天說的是 不想看眼睛要了解清楚 今天的兩位嘉賓 就是眼科專科何俊濠醫生 註冊運動營養學家歐善兒, Cindy 何醫生, 我想問一下 有哪些眼睛要馬上治療嗎? 也有的 其實我們眼科也有些不同的急症 明顯一點的就是眼外傷 例如有些漂白水彈進眼 或者去到工地 有些金屬屍彈進眼 或者你跌到地上 可能會有骨折這些 在眼腔旁邊也有骨頭 所以這些是比較急症 另外一些比較常見的急症 例如是感染 例如你戴了隱形眼鏡發了炎 或者可能是長眼瘡 令整個眼皮膚有種種象象 但不要只痛、紅腫 你外面看到的才是急症 原來有些長者 可能突然有一個叫急性青光眼 她突然頭很痛 看東西有一個彩虹圈 突然看東西很萌 眼睛很紅,眼睛沖了血 很紅,很噁心 這些情況也是急症 但有時不痛也是急症 例如有些腦有記 例如她的三高 她有血管疾病 例如她有血壓高、糖尿病 她突然之間的血管會失去 眼睛裡面有動脈、靜脈 也可以失去 如果動脈失去 你三至六個小時不理會她 就會永久失明 對,原來眼睛裡面還有靜脈 靜脈也可以塞 也是其中一個急症 另外,剛才提到心近視 心近視的患者 較容易有視眸剝脫落 如果視眸剝脫落後 你不盡快收復 黏在眼睛中 眼睛的視眸剝就會缺氧 如果這個情況也會永久失明 還有一些突然起的頭痛 或者看東西有複視 即是有蟲影 都是眼科急症 因為有可能 你的腦中有些嚴重的問題 只不過在眼睛中 被展現出來 對 何醫生,你有否有個案 你覺得只是意外 在你身上是見過的 很突發的 有的 我們通常會見的 就是一些建築工人 他們工作的時候 可能會用一些鋸 電鋸去鋸東西 但是刀片鬆了 是 直接去到眼睛中 這樣就把眼睛完全切開了 甚至是眼睛附近的組織 這些就是很明顯的急症 是 這些就會比較突然 還有創傷對患者來說 比較大 譬如說我們不在香港 在內地的話 就是剛剛在內地 遇到這種情況 我們要立刻去醫治 我們要注意什麼地方 可以自己先整理嗎 如果是我說剛才的急症 其實你通常自己處理不到 你去買些眼藥水滴 或者等一會的話 只會拖延你的病情 是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想你可能真的要在 你身處的地方 包括內地 緊急就醫了 是… 但是看醫生的時候 當然你要看一看 你看那個人的地方 是否他們有認證 在醫院或地方的醫療人員 是否有牌照 尤其是你可能要使用一些藥水 或者做一些眼部治療 無論是激光或手術的時候 通常會叫你簽一份同意書 是 在你簽同意書之前 我想另一件事要很注意 就是醫生要跟你解釋的一件事 第一,就是為何要這樣做 做的過程是怎樣 我有沒有其他選擇 可否不做 或者接受別的治療 這個治療 他會介紹給你 有沒有甚麼風險 或者長遠的後遺症 以及你怎樣去跟進它 當你清楚明白之後 你才應該同意去做某個治療 我們要注意 如果真的有甚麼醫療的事故 或者不好的事故的時候 有否一個… 例如可以溝通、反映 或者是投訴的渠道 希望可以保障自己的權益 Sinnie看到好像很緊張 是,我想要問問Sinnie的問題 我想在患者眼睛治療的期間 其實飲食方面 有沒有有些事情要注意一下 我想眼睛可以是長期的保養 對,也是一個均衡的飲食 要注重三低一高 即是低油鹽糖,高纖維 剛才我們也提及過 譬如有維他命A 或者一些類胡蘿蔔素都很重要 其實另外有些抗氧化物 都對眼睛很好 例如維他命C、維他命E 濾黃酮、西質、奧米加三脂肪酸等等 其實都很重要 我想一個問題就是 剛才醫生所說的 在內地我們遇到這樣的情況 我們初步醫治之後 我們回到香港 我們要怎樣去注意 或者是康復期間要怎樣去注意 避免它復發 其實通常在內地就醫 因為現在內地的醫療系統 都越來越進步 所以你接受過某些治療 或者用了某些藥水之後 通常都會有一份報告給你 所以如果你有這些 記得問醫生拿齊 然後你回到香港 香港的醫生 絕大部分都會沒問題 會看得到你做過甚麼 做回息詞的跟進 何醫生,我想問 我平日工作 或者看很多電子的東西 電話、iPad 我兒子現在的學生 其實小朋友全部 現在都是用電子平板 去做功課、溫習 我廳坊間戴藍光眼鏡 或者貼藍光貼 可以預防近視 其實是否有效 其實小朋友用了這些產品 看東西會覺得柔和一點 沒有那麼殘眼 但是沒有什麼證據顯示 它可以預防近視加深 一些比較能預防近視加深的方法 第一,就是戶外活動 每天兩個小時 沒有手機、沒有iPad 讓它多看一些軟的東西 讓它的眼睛、肌肉放鬆 預防近視加深 另外,有些叫低濃度的阿托品藥水 還有一些特別的尼焦眼鏡 或者尼焦隱形眼鏡 都有證據顯示 可以預防近視加深 這集很感謝兩位嘉賓 所以我們的靈魂之槍 一定要好好保護 又撞傷 又瘀了 最近經常都是這樣,怎麼碰就瘀 難道因為我沒有做運動 抵抗力差了? 好,讓我上網看看 為何國天要這樣對我? 我不是不是經常扶下 過馬路 還經常幫人按開這門 不行,我要振作 讓我問一下Danny醫師是為什麼 Danny醫師,我最近皮膚很敏感 又容易紅,不斷衣撞一下就瘀了 剛才上網看,很嚴重 究竟我有什麼事? 我不用擔心 其實你很容易煮,很容易紅 在中醫角度 可能血就不在血管裡面 就滲了出來 這是我們中醫所說的 皮煮捅血功能不足夠 什麼叫捅血呢? 原來我們的皮有一個能量 是可以把血固定在血物裡面 如果我們皮的氣不夠 我們就洩不到血 那血就會跑出來 如果這類的朋友很容易碰 容易魚 甚至譬如女士來說 月經量會多 有時候牙肉又容易出血 這一類出血的問題 所以重點是要處理皮的氣 應該可以怎樣做呢? 我有一招可以加強皮氣 令出血的問題大大改善 很簡單的 原來我們的手 原來每隻手指都代表一個五行 代表肚子的手指就是我們的手指公 所以手指公也代表皮 我們的做法很簡單 就是我們拉一隻手指公 隨便一隻手都可以 拉它 然後推第一掌骨 這個叫第一掌骨 第二掌骨 拉著來推掌骨 推一分鐘 之後 就把這個 我們叫雞腿位 這樣去拆它 也是一分鐘 如果你有這個出血問題 就每天做一次 這樣就可以加強皮筒血的功能 令出血的問題改善 要不需要做完左手再做右手? 如果你有時間 兩隻都做會比較好 明白了 那我先回去嘗嘗 大家記得不要亂信網上的東西 還是看我們的節目 吸收多些正確的資訊 有病還是要找醫生的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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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